你以为这吃十年是浪得虚名了 哈哈哈哈 大家好啊 今天去品尝本地一个很有名的蒸饺 他家还上过早餐中毒 12点 12点 现在11点没到你们就来了 11点就不错 师傅你来这么早也是为了赞助 刘师傅你家做蒸饺多长时间了 20多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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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倒的是啥 香油 看到你家就是这个牛肉就是自己亲自上面去买是吧 对自己去挑自己去选 这个是放心了嘛 好了自己一眼就看出来了 大家都在等着蒸饺出来 雷师傅这一笼有多少个 14个叫 那这一笼是多少钱呢 28块 5-6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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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它那火挺大的 5-6分钟 啊对 火挺大的 这都是外卖的好了 对 都在这等着 你不说我真不知道 我回去会蒸一下 哎呦 不敢 不敢 绝对是邮件一下 谈不上某些家吧 我就是说这该怎么吃 自己得有想法 哦 就是会吃 好 是不是他你吃他家饺子吃了 十年左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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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饺子很大哦 它这个饭量很特别实惠 特别实惠 它钱多钱少也吧 最起码让人感觉到有 不操索就是被感受 肉饭子很大呀 所以说就有时候吃这个肉饺子 吃这个肉饺子也都很有像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 你们为什么来这个店 对对对 来这个店的里头试试 这一盆肉的话能包多少种饺子啊 大概 也就是三十年左右吧 雨后天晴 天很难啊